现场拍手夹到欢迎走在最前面的 就是瓜地马拉总统贾麦黛 一见到我国外交部长吴钊 谢良伦立刻伸出双手 送上大大的拥抱 瓜果总统贾麦黛就在今天 清晨五点抵达桃园机场 而这一趟访台成员也包括 国会议长李维拉 外交部长 财政部长 经济部长等等重要官员 贾麦黛总统在台期间 也将在立法院发表演说 也是睽違十三年以来 再度有国家级元首到议长演说 贾麦黛因为身体因素 需要依靠拐杖走路 为了安排前往律院的演说 立法院将破例 让国兵坐车直接开到议长前门口 以表达最高欢迎之意 除此之外 贾麦黛也将会晤副总统赖清德 并计划与总统蔡英文会面后 举行联合记者会 而这次访台也是贾麦黛 从二零一九年十月 以总统当选人身份来访后 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台湾 外交部表示 台湾两国关系紧密友好 而贾麦黛总统多年来 也都以实际行动 展现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坚定支持